中国因为太追求高速增长 导致国内的负债比例非常高 比2008年美国的负债水平严重了很多 而马云亦在《蚂蚁集团》上市前 在演讲中高呼中国金融系统徹底改革 到底FinTech金融科技 是否解决中国信贷过量和社会经济乱局的良方 这又是否国家考虑到整体信贷的风险 而拒绝批准上市的原因 大家好 Hello Michael Hello大家好 来到星期五了 今天有我顶家Yumi 还有身边有黄敏石 今天终于来到星期五了 如果计算数整个四月份 到最后第二个星期 都要开始买单计算数 因为我刚才问了Michael的问题就是 需要不需要往年提防销售什么呢 他觉得很正确的 有什么好提防呢 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亢奋 所以你说提防 当然不要慎防 因为内地方面市场都比较窄窄的 对我们尤其北水流入 我们比较阴门 没什么气息 但当然你说会不会 真的说美股方面 我觉得反而变远数是比较上 多一点点 现在多了 除了疫情之外 亦都多了富人税 可能会不会 如果真的要这件事 启动的情况之下 市场的资金 要在比较上的危险资产 即风险资产那里 抽回减资金去变化 应对呢 反过来就一定未必受惠 反而会不会有抽资的情况呢 这些都是说可能以上不到 所以你说都是继续 使市况还是比较拉锯一些 或者可能有机会 踏入五月份 也就连其之结算 是的 反复回落的压力 可能都有 但这个就是留意 就是那些重磅的股份 其实也有很多题材的板块 也有他们自己走的路 刚才提到美股方面 其实他们真的 比我们更担心 之前在破顶创新高之后 这段时间真的是疫情的消息 然后刚才Michael提到 就是拜登政府计划 是打算收负人水 大幅提升资产的税项 差不多计算了 四成这么多的税率 这里还未通过 看看他们已经成功了 不过市场率才有反应 因为他们都挺难玩的 日阴日跌 就是一升日跌 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 幸好今早早不跟 之后不知道怎么办的 嗯 你说指数 跟美股的correlation 那个反应 但是反过来 我觉得我们看北水的情况 就比较多 反而你说外围方面 债息这个就比较是全球性 是 这一件事就对 你说可能对高估值的股份 而会有影响 但是你说高估值 其实说平台经济股 又是4月份又比较职 其实都不是 就是他们 我想是 你说借势要再质低 你有时都要有理据 那变成可能 是不是都是 就是除了新经济股 反而要小心 就是 那些传统经济股 那你会不会借势 给这件事有个担心 在那个业务压力 成本那方面 就是会有个资金 或者最重要的 简单来说 资金要斑支回潮 那这件事 就已经是一个 最可能 需要减磅的一个原因 所以短线呢 看回行政市 这些牌都是上落的区间 是不是都维持回这个局势 我觉得是的 暂时都没有机会突破 那你就是说 如果你说的行政来说 其实始终继续 其实都现在是50天线攻防战 你见上了 都未必能够站稳 就是都是说 29,3有几天在威势突破 还有都出了三支阳烛 还打算有转制的空间 但是都是 无功而回 那向下来说 反而我想小心一点 现在说 就说 28,3位 28,000这些位手稳 还有 见到一百天线就正在上来 就是一百天线现在 现在正在上来 但是是不是真的站得稳 或者撑得住 这个终于拭目以待 是的 现在我们在中环 有几条的移动平均线 包括上面看着 上面看着就是一条二百五十天线 二百五十天线下面 但是最近看着 因为这里不是我们惯常用的平均 二万九千一百七十点就是五十天线 然后中间就有一条十天线 二万八千八 然后就二十天线 就是我们在这里 几条的移动平均线 在这里上上下下 那真的很确定是炒股不炒市 是吗 是的 那就是说有一些股份 他们的表现都不尽在这个指数之中反映 不过如果我们看动能指标 其实无理恒指和科技指数都有少改变 我喜欢看九天RSI 是啊 我现在看着这个图 所以我就看到就是 九天RSI近期可以叫企稳在五十楼上 如果最新就去到三 那另外一个如果我看那个恒生科的指数 那么近期八千三这些位叫做企稳 但是和他的RSI都不觉不觉呢 都上得回到十六楼上 只不过就是我在说 好像比合格之中再改善一点 但是你说是不是提升空间很深呢 那个推动力 我认为都不是 就是变成了都重要 我认为最重要是成交 你的成交是少的 始终你的代表性 或者全面的情况都是比较欠奉的 是啊 见点观众立刻留言 就说是真的要等这个突破 玩着过股先 唯有在现在指数都相对沉满的情况之下 现在不停地缩升升幅的量 恒指今早上升超过三百多点 现在缩升到182点而已 可以分开三个范畴 来炒作 如果今天单日的去向的话 科技股炒一些比较落后的美团 刚才也看到高中客的观众 还可不可以追得过呢 稍后问一下Michael 第二个概念就是医疗相关 特别是爱康和春立这些做骨科医疗相关 炒得很兴起的 第三个就是氢能源 现在就是美国搞的气候峰会 还有当中提到一些减排的目标量 我觉得其实在市场上不断有炒作的 比如我们在节目开之前 比如说中泽汪瑞科 三八九九 股价一直都很硬正 或者你看到它都很反复 高位跌了之后 都有承接力继续上升 去做草气的位置 变成了发展轻这件事 其实在他们业务路线图的版图 一直都有在 至于东岳就反而 我觉得有时 借势会炒作 炒味就反而会浓一些 因为它是做一些雪种 那边的东西比较多一些以往 但是是不是能够转身呢 当然如果你说 再有一些周边的股份 曾经都叫做闪过出来 大家都觉得可能有那个推动 这个发电 或者那边推动就是1072 曾经都提过 或者23300 维柴 还有另外 不过昨天就背了股 就是384 其实他们现在都叫做 静静地加强了 就是建立那个 轻相关的建设的一些项目 但是因为他们的新能源项目 其实就是 夹着去做 其实那个成本 或者那个 CAPEX 就是变得未必太大 不过内外昨天就先背了股 下来先 这只可以暂时 out of the list 但是我觉得应该这个 轻的概念的股份来说 还是比较新的 大家都在摸索之中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空间提升来说 市场有时最喜欢有个揣测的情况 但是揣测的空间就比较高 这些股份来说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再留意一下 但是很短线的会不会有 那你比重一定会放很多 那这些股份 就是相对地 你跟譬如说 可能甚至乎给光伏那些来说 放得少 因为始终你的概念还是新的 还有怎样是反而是 就是令到那个轻去制造多些 就要靠电去推动 所以反过来 如果用这件事去推动 为什么反而 就是我又拉开一点 如果你说气候峰会 或者各方面的推动 大家有近期留意一下光伏 封电 但是你看到 就是说整体 比如好像光伏玻璃那些来说 都很反复的 升日跌的 那今天又好像再上升 就是信义光能 6% 来特就升了2% 如果刚才你说的信义 就升了6% 但是它们其实都是在低位 在增扎着 就是说已经 就是因为配合那个政策 就是反过来 去一些比较上是高的位置 那因为蟹货都真的多 去年就炒到2000月 就已经炒先 反而为一只比较上做得好 就是那只916 农源电力 那变成了 这一只就相对 因为它又能够配得到 如果真的做发电那样东西来说 它那个空间就比较上大 所以它都叫做 起码在走势来说 就不是在那个range 区间上落 大家看到了 它就直接都弹过上去12.5 这几天才再回回来 我觉得它受惠程度 真的做发电 如果在这方面 那个推动能够配合 它用那风电去配合多些 它已经去到第二层 它是做下游那边来说 受惠程度就比较上高 但是现在去到这个位置 会不会相对尴尬呢 之前一棍的大阳烛这样升上来 你正在回来 去到什么位置才会 其实我看来很简单 你看到12.5的位置是否受到 就是反过来 因为它就是 今次破位11.5的位置 升上来 如果能够受得到来说 那变成了我就觉得 市场都是对它有个信心 或者这些位置有个护行的情况 那变成了 继续的程度就比较大了 嗯 看来就是Michael 都挺相信 轻能源这个概念 新一点 就是变成了 或者还未炒得这么烂 或者哪里还未炒先 因为你说光阔封电 我们去年也说过 那你看到 除了一只龙年之外 其实你现在再推动 就是大家同样的理据 去炒大市场 就已经觉得 一来是气氛问题 二来就已经炒高了之后 回回去 才会有些海货在那里 那信心没有以前那么大 为什么我刚才就是问 是不是玩这个短线呢 就是你看实质的东西 它现在还未给到你 真是纯粹一个憧憬炒作 很多国家其实他们的愿景 减排的目标 去到2030甚至去到2060年的 所以你见实质上 你找很多家 纯粹就说 我们都会参与 不会给那么多 所以我就问 是不是短线真的要认得 好转位才行呢 你不可以长坐下去 就说 放到2030年就可以了 那当然不会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不用看我们这些节目风水 还有大家趁那个所谓不同的时间 或者看的价值也有机会不同 对的 OK 好 第二个的板块 今天是炒上来 就是医疗相关过分的 暂时在我们这个直播室上面的观众 议练议得比较多一些的 有观众就立即在问 爱康好还是9997康基好呢 Michael 9997康基就 如果我看图的走势 康基其实是低位反弹 还有康基的业务面来说 我觉得他真的做一些手术的仪器 开发销售那边就比较多一些 那如果爱康就应该是9的 爱康是 1789 是太多了 1789 那他我就觉得如果两只其实他的直播空间就比较多一些 因为他大家都是做这些 他是做比较再专一些做骨关节那个植入物的项目来说比较多一些 因为这期其实我想我们做节目准备一些主题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这期就见到做这个医疗设备相关的股份都做得比较好 比如爱康和春立都是做应该做骨骼的东西 另外譬如心通或者个别有几只 我们都见到在你知道现在的健康health care 或者叫做大健康产业板块 都叫做几多下的嘛 是的 那当然一会另外就说 如果我们说到轮到科技又有健康的概念 就是我们今天见到阿里那些又再翻生了 平安好医生加这个的京东健康久违了 但是如果做设备那些来说 就是一路我们刚才数爱康啊春立啊 如果再下去就我这两只如果我喜欢爱康多些了 那另外心通医疗呢 我自己都觉得比较上是值得留意 其实有一些股份我们有些都久违了 威高啦 康得来医械啦 其实之前都是做这些设备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好那我见到有观众 你问其他的很多 因为做这些相关的 很多在市场上给大家去选择 很多高位回了下来的 我们都可以去跟进一下的 为什么就是爱康啊和春立跌这么多呢 因为之前是受制住内地的 大量采购因素影响着 今早这样升上来 来自一份的报告都挺威力惊人的 这份报告来自高敏的高盛 他就说相关那些 政策上的负面影响 其实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 从估值上来看的话 都可以是可以反映了 然后大家都可以重新去注视这两只股份 有了高敏方面的点灯 这两只 所以市场资金就不断炒下去了 刚才Michael就说相对地 他就比较喜欢爱康多些 我们找那个卖价位 今天那个阳酥突破了之前 一个小的平台区位的 怎样设定好呢 如果是1789 我觉得可以 其实说真的 真的高位回落了很多 如果你现在 虽然大阳组 当然就不见大高追 如果股价能够 站稳在11.5%这些位置 叫做首稳 我也觉得其实可以再上车 因为它外面都很强 现在的RSI来说 就去到差不多77 就是说其实可能回的幅度 也不是太多 反而当然上车 无论暂时的价位 当然不高追 12元也好 11.5元也好 再上 应该如果认回路线图 那些动能指标路线图 再上是有机会试一试15元的位置 好 另一只你刚才提过就是心通 2160 看看有什么位置可以买 他之前见了一个低位 12.6元附近 又慢慢爬上来 是不是都可以少住 是呀 你知道它是微创分拆出来的 主要都是做一些和心反的设备 项目比较多一点 之前当然如果业绩就不是那么英俊 现在来说 我觉得它刚刚都是连续几天起步 还有低位反弹都不是太多 如果你再上其实中线 如果我们来到差不多到18.5元那些位置 这些位置现在是15.5元 或者下回多一点 我想上车其实都不是太贵 最重要是有个独特性在 还有刚才所说 之前虽然有些太量采购的消息 但是如果他们做一些项目 正如我想都好像药一样 就是说药 我们后期再出这些消息 真的说他们做一些创新药 其实比较上在这方面会被打散 或者要再把价要拉到很低的情况 那比较少 通常仿制药影响比较多 那设备来说 他们都是做一些比较专门 独特或者其实还有空间去提升 最重要的是 B仔股有段时间可能反而更受欢迎 就是大家觉得它起码 就好像以前炒炒炒炒创业板那些 创业板升到主板 主板又有另外会不会再业绩好 或者甚至乎入成份股 就是大家都这件事 觉得它是有进步空间的 那又有独特性 再加上最主要一件事就是 它们就不是好像近年那些平台经济股 就是那个政策压得这么紧要 它们都是说温宁提示 或者可能有机会跟大方去走 所以变成了那个 你看到一堆 就是今天我们虽然的焦点 就是说设备股师 但是其实你看到很多的生物科技股 都正照着在革命 其实都是慢慢上来的 OK 好 那我回答多谢B仔股 再转到其他那些药物 相关的那些股份 因为有个观众Eric Clark 他就问配价9996 那我问Michael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自己就这种 我都觉得其实是OK的 那个股价就慢慢上回 他就上得更加英俊了 那我前两天都已经在平台那里看过 那他就 你推过的 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没有看过 因为他就这样 大家有刚好就留意到 那他就主要是介入手术 医疗器械的一些项目为主 虽然那些业绩不是英俊 但我看过图就没有 还有他的业务有那个独特性在 还有渗透率 有空间的提升 那我不知道他本身这位网友 就是朋友 他是买了没有 他没有说 就想问过前景 你可以说一下 你还会告诉我们 但我觉得 假设他还没买 还没买 现在已经形成了 他的商顶再弹回 我看他30元的位置 是否破得到 如果不能回回才上车 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一点 都是差不多 今天都去到29.7 等他确认了 如果反过来 就是出现了阻力 回回才好追 那我就前两天推 那时候那时候也有点水位 是 那Tony也有提到 就说留意到最近的医药 相关的提材股份 都是有反弹的迹象 那他想问传统一点的 1093 石药 有没有得想呢 这一只油 1093 我就觉得不一样 我对两只所谓1.0 就是做制药那些 那也是1093 或者是177 那其实我自己都觉得 就是海货多 那当然有时他大限 我也很高兴的 但反而 因为他们现在的市场集中 是真的说 要有些药是整个过程 能够配合得到 真是说 就是说 临床那边的药的项目 的推动 会比较上会有利 他们都比较上是传统的 那些真是说 修罗大压权有新药 这样的推出 那变成在这方面 大家觉得爆炸力 就比较上会弱一点 还有说真的 其实不觉不觉 如果这一刻问 你看回图来说 其实他们也有一定 虽然我说是1.0 但是股价来说 都已经反弹了 现在再试 就是说 譬如以石油为例 刚才他问 就是10元的那些位置 那10元来说 就何时试过呢 3月下旬 3月17号那时候 都试过 如果再推前 就是10月底 那去回这些位置 就是要提升推动的空间 又是否这么大呢 反而如果 几个就是说 一些 我所谓的 我们 就是 比较传统的一些股份 我觉得反而 国药因为有疫苗 虽然今天就回回 但是我觉得 反而如果有个波幅 有个推动的情况之下来说 回回一些 譬如去到10天线这些位置来说 可能再去追 或者再去留意来说 可能就会好一点 10天线 即是现在蓝色的位置 都很大段距离 22.5左右 对 就是留意着 如果回回这些 因为他 你看到他原来的肖壁上的 比较密一点 是啊 他今天都是 他今天低了那些23.4 那都是说1元左右 OK 也提起其他那些 约股 报一下数 因为真的 整批很多只都升上来 首先就有 除了蓝筹股有1093之外 也提一下那只2269 约名也很厉害 暂时就升幅 超过4% 移动的 还有一只 就是 福瑞 1696 这一只 大家就 冷门一点 不过这些 很厉害 现在破顶 对了 因为他就向福星医药 收购牙科的业务 暂时急升到1.6 好了 我们再刚才提到第三个 今天是炒上的板块 就是科技股份 特别是落后了很多那些 美团 刚才有观众 高中夏都问 现在入日买不买得过呢 首先看看他那个 即市的图表 因为今早上他很厉害的 美团 高位去过310元以上的 午后就反而不断 缩升幅 米团 是 但都正常的 你问我 当然现在就 大家看就是 究竟 这个星期大家看到 美团安达等等 很多股份来说 都很大尺寸地 去抽水或者配售 推动的情况 如果看起来 我觉得破坏 就是破坏低位 那个情况就比较少了 但是你说 是不是因为 现在消费的消息 反正测试到市场 对他们 譬如这几个大型股份 抽了这么多水之后 是不是很正面呢 他当然就 就是会 如果成功过关 我们都当 他发展一些 无人配送的一些 项目 那当然是正面 还有会多了现今 未来真的说 迟些真的清晰了 去再发展一些 社区平台那样东西 是不是也都 因为始终他最有利的 那当然现在 但是他 也都是反过来 先是 希望先辅 而后前 现在对这个政策 对他冲击越大 所以他一直是弹不起的 但是你说 是不是看到他今天 但5%就很欢喜 我觉得 未必是 当然叫做第一步 他如果是能够 站稳在 10 20天线 或者甚至乎 再高一点的水平 那我就觉得 放心程度就大一点 这个就等着 技术走势有转好的情况 但是就说 始终你说过关的程度来说 现在还有 是说 你说这些 还要过关 譬如真的政策二选一 那些来说 我觉得对他的冲击 其实会是最大的 其中一个 他和你两个都不妨多样 京东反而 我们有点被拖了下来 那变成了这件事 都会成为市场 去再追捧 或者最主要衡量 未来的估值 譬如之前说 去到450元的业务 预期的爆炸力 那现在如果真的 这些政策要压 要压的 那可能350元 会不会恒人止捕呢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去追捧的情况之下 还是仍然有戒心 还有你看这段时间 市场已经很聪明了 都是走一个区间 range 做一个短线的 炒上炒下的格局 还有今天早上 其实他也有消息的 就是旗下那些外卖店 不单止他的 饿了摩等等 七间那些外卖店 都是被整顿的 这两个平台里面的 七间外卖店 就是被广州的监管部门 然后约下喝咖啡 没事的 反而这些 大家是不是都习以为常了 我想是常态化了 反而真的 等最实际的政策出了之后 希望也是尾声 因为如果你看到 虽然 如果整体你说 其实 大那几只 你说现在还受到政策影响 比较弱一些 但是你如果看 累积升幅是不错的 就是我以恒生科技指数 的成分股去看 比如说小米 信誉 那些来说是很硬的 所以从硬件为主的股本来说 金碟那些来说 其实都做得是不错的 反而是他们 当然他们也尺寸大一点 所以就被拖下来的情况比较高 是啊 看回恒生科技指数 暂时升得比较多些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美团 排第二位而已 正在升4.9% 金碟又真是不错的 我见你说金碟 虽然我又不是很喜欢 但是他的走势是强的 你见到他 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我又觉得他的推动 其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你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其实你有新的业务推动 或者是增长的空间 但是我们在说 其实一年前我们在说 他的业务做的东西 云 云 云 只不过现在的股价下来 那你不同 譬如信羽 我们已经说了很久的股份 但是他有新的东西 譬如我反而穿约就是说 大家关心 就是他未来真的做电动车 或者电动车 他的镜头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需求大了很多 就是你说 纯粹是说 他从iPad接到 但是我觉得那些已经不是新的东西 只不过是 他再希望在品牌上 叫做做多一份 但是你说那些 iPad 或者iPhone 那是否只找他一间 大家知道不是的 通常都还签保密协议 但是如果你说 有些是他的业务独特性 或者现在跟着那个 trend的方向去走 他有一个大的突破 那么那个新增加会比较大 但是金碟这些就很传统 都是做软件 我们又经历了 现在SARS 对不起 经历了疫情的情况 现在大家对他的业务的推动 最多是看他自己的 自然的增长是有多少 自己的业务增长 但是就不是为了一些新的拼购 或者新的业务模式发展 所以就 会不会像 整一整一 就是我这样说 会不会像是联想 这个就不止难 不过联想都升了很多 都不要看轻 是的 我们也详细谈了信用光学 因为看到Thomas 就问这个股份的前景是怎样的 刚才你提到 苹果那边的供应链 会不会都可以 除了iPad之外 打入iPhone那边 因为我刚刚今早看新闻的时候 苹果有位很升级的分析师 国明基 是的 国明基 来自天峰 对 国明基 因为他现在当作是苹果旗下的概念股份 其中一个的吹发剂也好 或者不需要跟他的说法来炒作 因为他提到信用 未来的商商短期之内 在苹果的供应链的比例 其实没有市场预期那么高 会不会一盘冷水 因为暂时看到它升 又不算是太多的时候 会不会都真的要小心 但是这个之前预期得太高 我觉得 我自己就没有这件事的亢奋 我市场就不知道 当然可能这样 你没有想过它是做买 不是啊 我说就算做买 苹果的第一 这个也不是年初 我记得这些消息也滲出了 不过就是说是否这么实正 或者当时的气氛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这个说是做多一份 我刚才也说过 但是反而就是说他做汽车 你看到如果他跟华为 或者他的例子合作一些越多 你知道车载镜头 不是说现在我们传统汽车 那些说几个就算了 如果在那些电动车电轮车 可能那个要求很多 又很复杂 那变成它的爆炸力其实大家是未反应到 还有就是相对说真的 也都有条件能够有这样的level 可能做到这一样东西的公司 可能现在都不多 肯定瑞星我不觉得可以了 对不对 或者邱太那些更加 现在只不过追着它上 所以它是有一个领域再去突破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单价 或者那个木利率 那个ASP 它是在这方面 就是我希望了 这个憧憬 当然也希望有实质的数字 未来去support 那变成了可以有机会上升 所以我觉得它的爆炸力 是还有在 因为这些因素再带它上去 你说再试回225元的机会 其实是高的 嗯 都要看看它的车车镜头 可能这个反而是市场的一个亮点 那时候前段时间上海车展的时候 就是刚才Michael说到 华为一个联成和人合作出的那部车 就声称传闻 可能里面那些很多车车镜头 是由信羽这边做的 所以炒作 不过真的跟车股一样 一天货仔而已 好了 那些车股的话 炒作完那天的上海车展之后 就轮到长期那份的季积 就打击之下 真的很职弱下 本身弱的了 接着又弹到差不多又打回月刑 如果有货的 好像有位观众 他问长期 那应该怎样呢 是不是要忍痛 或者整个车的板块 短期之内 都不可以再 你不可以大手 我觉得长期那个被拖低 有非它自己的 不是有非演义罪 就是不是它自己本身的因素 其中一样的就是 一个汽车芯片 大支汽车芯片现在缺货涨价 所以就令到削弱了那个模拟 但是始终 说真的 其实反而那个临界点 就是你还选 会不会再选择传统的车股 你再去上车 期待他们是依赖 就是说 因为那个新能源车的 现在的业务的转型 再爆上去 成为那个收获失地 或者一个股价再创新高的股市 是不是可以在去年 差不多第四季开始 发挥了能力尽致 可以仅是推动呢 似乎刺利就不行了 我如果看到股价 或者故事来说 大家对它 还是有少少的保留 它反而现在才公布 它的新的新能源车 大家好像都觉得迟了一点 有时时速问题了 但是长城来说 如果你就纯粹今次因为 那个业绩脱脚呢 我觉得可能都是那个短暂性 或者受到那个深陷的 这个其实整个车的行业 都有机会是这样的 就是削弱了一个毛利 但是它起码 我又不是欠缺 是个股价 就是大家觉得 之前都看护着它 就是觉得它的智能车系统 包括 柠檬啊 坦克啊 等等那几个的发展呢 那是到位 对位 还有真是说 也都有新的项目 是跟着路线上推出 所以你都是问 我都是收集评评评评 就是说如果你是 选择传统车股的 就是你要在那里去 另一个出发的 我都觉得 还是长城 会藏后首尊 即是你还是 我要再做一个观望 那说真的 都是这两个 先走而已 其余那些 说真的 廣气啊 或者是东风 那些 更加纯粹 所以现在大家都不少 添加它做新能源汽车的元素 因为刚才Michael说的影响 对于长期的季绩 是来自芯片的短缺问题 其实他也有提到另一个 就是原材料 就是钢材的价格 一直在升 这其实我反而在想 它对于今年上半年 第二季度 那盘数会不会继续受影响 所以短期就不宜占受 车股我是有保留的 就是刚才 就先是你们的问题 选择什么车股 但问题是车股 还是不能选择 这个是一个要留意的课题 因为反过来 刚才你说的 因为现在 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做 其实可能不用 下手下脚做 比如小米不是 我要出个品牌 我会找人合作就可以了 是是是 因为这些东西很多是陷的 反而陷这些东西 就变成了信誉的就有利了 至少现在 走前的 你看贝亚迪的那个 商业模式就是 他那个刀拳电池 我可以自己都 和其他的车款可以用到 就是谁先行 谁能够做到 这个系统 就像Android一样 你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手机上 如果说汽车 可能电池系统 都是一样 所以变成了这件事 反而如果 越变价得快 而传统的车厂来说 未最多设计 或者还有传统汽车的包裹 你说举个例子 我还是给一些钢材 一些芯片 他们始终都是很依赖 还是限制住 那变成了就不着手了 嗯 都回答观众的问题 因为他有货的 就是Kit 23.15元 持有长城汽车 今天弹回1% 到21元附近 还未到家乡位 要不要搜索去家乡位 因为没有领导 现在吃了 他如果 认同我们刚才 最新的分析 对车股 不是那么大信心 反而 如果现在再重新起步 当然车股刚才说 你要收集长城的看法 说了 但如果你说 对他短期的信心 都不明朗的 你又欠过 只欠过几毫子 那你就 包袱问题 你便走了 先再看看 比如信誉 甚至乎 如果遲些比亚迪 那个股价靠稳 现在 这期他都一堂死水 比亚迪 还是呆 当然你说 中线上车 我也不是太担心的 你可能反过来 另一个想法 就不要计较 是否一定 到价位 现在你转了上去 你认同我们来说 比亚迪 真的说 他是很全面发展 买他 不只是做电动车 这么简单 当然 我说Tesla 那些都是其中的选择 我觉得你 全面投身 在电动车领域发展 就比买传统车好 好 车股 搭上LINKY的问题 305这一只 现价又能不能买 这个其实 这个真的很难 他在说 内地应该跟上汽 是有些的 项目 他反而 是他的母公司 跟上汽合作 但有些又卖得不错 但好像那个 续行里程 好像就 我理解 记得好像是一样的 他现在的情况是 有没有买 想买了 现价 我也觉得 不是那么吸引 虽然他近期来说 都是 都叫做 弹过两个半岛 形成个敏感山河形 但消息不多 反而消息 充沛程度 或者 好炒的程度 反过来 我又不可以这样去比 或者恒大汽车 反过来又有波幅 有时有些成交 反而你易捕捉一些 反而你都 我不是推 就是这样说 如果你说 以那个 捕捉 纯粹 投机 或者策略性 找机会的情况 这些车股 特别是车企 OEM 代工那些 担心着 无理率上的问题 如果4S 我记得之前Michael 都有推介过的 有观众问 881中星 ATM问你 60元货 的话 应该怎么部署 60元 我都觉得值得可以等 因为最新也都说 会代理新能源汽车 就是说电动车 它只要行先 领先着着的 品牌多 还有做项目 如果再进一步 能够扩阔 变身做多些 比如汽车金融 或者做保佑量 兵情能耽 那边的东西 都是好处的 之前这期 就变成了3696 稍等 就是永达 3696 是先行的 这个股价 但是就近期 3669 sorry 3669 那走势比较反复一点 反而它的股价 就一创新高 公布一业之后 就回回来 但是它的走势 反而就近期 保持得比较硬 在那个 range 在中位数 如果硬 这些东西我想都可以试试上车 嗯 最近呢 除了是业绩的因素 亦都是配股的消息 我见有观众 都想问384 384 刚才Michael提过 中延器 如果是说新能源那些 其实中延器 刚才Michael解释过的 都有轻轻 也有轻轻 也有轻轻 但是它现在 配完股之后 想买的时候 是否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 那你看到这个股价 因为它的折扬是比较大的 这个有少少就不是那么好 差不多是9% 比市场的感觉 解读就要 那手货要便宜才能出街 那大家都是否觉得 它的股值有保留呢 但是这个昨天的反应 就都叫做 如果你看到 都叫做 守得住 那现在今天就弹上去 但是始终我就觉得 零块当头起 就是可以留意 我对前景都觉得 都觉得有信心的 因为始终它做一些 就是说给居民的一些 勇气 输气的滲透率 还是说内地方面 就比较强的 还有有条件发展一些 新能源的项目 就是规模效应 那个规模效益的问题 但是就看位 就是反过来 因为今天来说 都还 虽然阳烛 但是都还没破上 昨天的高位 或者去30元 企稳30元 和100天线流上 我想才考虑到 未来 另外当头起 因为真的 消化配偶的消息 调整的幅度 都是大 但是冬孔指标都弱了 你想想 现在9RSI来说 都去到29 留意它的配股作是29.75 暂时现价还没上去 其实麦克尼本身对于配股潮 有没有担心 因为我们去怎么演绎 都挺看折扬的幅度 这里 还有看市场的反应是怎样 就是成配人的反应 另外第三个用途 就是你减持 和它用来拓展业务又不同 现在这么多间公司 称落都挺分发 各样都有些 是不是都不需要那么担心 你说中国燃气 还是整个配股潮 哦 一只只 但是如果承受得到 近期这几只大的 其实我觉得 他们总体 就算安踏来说 几只市场都有一个认受性 我想消化得到 但是分薄了原本 就是流入市场的资金 那个情况 我看到有观众 又立即招起了约名生物 就是翻兜 就说 怕不怕它配股呢 约名生物 要配都没办法 虽然它配了很多次 但是它配完之后 市场都是受落 觉得它是模特 基本上 不是没得输 而是稳赚 相对地 因为它都是断肆 或者其他东西 行不行 你要找它 去做这些验证 推动 都是要收钱的 所以 大家都觉得 放心 最重要的 就是 当然了 要看它每一次拿钱 在市场的反应 受不受落之余 就是做些什么业务 或者功能是做些什么 这个反而比较重要 好 因为今天真的有多少观众 是多关心医疗相关的高分 我们再回答两条 再去其他的话题 可能刚才有观众消化 他们都对的 看到他们是 摘得不错 而且很多时候反而 反而反过来 其实我们都是定性 他们为新经济股 但是这些新经济股 似乎近期的弹性的推动 吸引力 或者估值收复来说 是比较大一点 而且有些又消化了 我们刚才说的内容 就想跟进一下 花一点时间 例如小型子 问是春立的 26.2就有6手的蟹货 看看怎样部署上网多少 18500 是的 刚才你说它是几千通码的 26.2 26.2 看一看 这个其实业务有 它是比较早期出的 就是早一期 就是说几年前 上的一只设备 医疗器械设备股 如果这期 我觉得也有机会 在这两天再重复 如果真的要再重复 起码到价 它是26.2 买 我觉得有空间 都可以再继续上 变成这个可以再突破 再试试到 差不多 26.5 28元的水平 另外 Sandy就问 9926 康芳 这些都是B仔股 57.9 一手货的时候 现在在捱价 要不要等回家乡位呢 52 多少 57.9 这个差很少 如果你看到这样 它那个推动弹升幅度 还有 近早前来说 它都比较多的消息出 我觉得上回60元的机会 都有在 它主要都是做一些 肿瘤免疫测试的 一些项目 都比较尊 我认识到这些 还有你见过股价 都可以做到一浪高一浪 那这个 我相信 那个推动力 应该 9926 我自己都挺喜欢的 嗯 大家呢 又真的 配合得很快 因为 除了一些医疗相关的股份 Michael 也有人想跟进一下 刚才我们说到的 新能源那些 不过就是 这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 新特能源1799 它呢 就有做太阳能 相关的龟片 直片那些 那这位观众呢 就是Kid 问好不可以现价入了 呃 先看看 如果你看回图 就似乎都叫做 有个突破 我想少住可以的 最重要是做那些业务的实际程度 我自己说真的 这就是我少跟的 但是见有一轮 其实在市场都有推过 如果你看回 它说到 自至到去年年底的业绩 其实都不太差 随随钱的盈利 股东经营物利 都有超过七成 还有它主要都是 做多丁威的生产 还有向这个内地的 就是太阳能 风能发电 做些提供项目 承包的业务 所以当然高山低谷 就30元都去过 都几个山车 是的 都回过 但是近期就似乎 慢慢可能有 真的盛着现在 气候峰会的因素 但我就是 那个资金不要放得太多 因为它的炒味都比较常龙 而且成家有时都比较飘乏 如果资金跟随着 现在峰会这样说 都是追逐一些新能源相关的股份 对一些传统的资源类股份 会不会又是抢走部分的资金呢 看一看钢材就不会 煤也很个别 你看中煤能源公布了业绩 都还很硬正 是的 但是对金我就觉得会有机会 金和油 我始终都是在这季 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有少少保留 当然金就有些说 通胀 或者现在 是不是会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资金 反而都是 对金未来的那个功能 或者那个推动性 比较 没有好像前几年 就是 那个防守性 来得那么强 反而喜欢炒比特币 可能更多一些 那油来说 我就觉得 都是那个 Rain 之间上落 因为现在 很多新经济项目 对他们的使用是比较小 还有就是你 你早上有很多消息 现在对市场的推动 都不是那么大 反而所以你看到 如果这个三统友来说 近期反而我觉得那个 股价走势来说 就是 三八六 反而有时可能 那个走势更漂亮 我觉得 哦 现在 我不是叫买 就是这么说 就是走势上 相对那两桶有 我自己又喜欢铜 铜带来说 现在掉回来 然后被人 灌了叫做新石油 对吗 那个需求是大 虽然这档铜 其实都叫做 都叫做 慢慢打上去 没去到那个高位 但是始终 吸引力 我觉得始终 都是有在的 那另一样 就是说 就是类似 不过 估计 其实其实 一般的 赞就算公布了 而就是 供丰 因为始终 它做的项目来说 都是 一些 锂电池 锂电池 还有就是 落幕 落幕好像就 感觉 这期就好像好些 炒得上多些 因为始终 可能它又买了些东西 给 零一时代 就是零一时代 现在又试 就是说 相对推动的动力 就比较大一点 好 说到这么多只资源类股份 跟进一下观众的问题 因为当中 它们都有货的 例如 Brigley 16.8持有 江西铜的话 又如何呢 15.8持有 16.8持有 现在都赚钱 定下指赚位 我想现在 在10天线 17.2持有 至于相关的新能源 916 刚才其实Michael 也有提过一下 有观众也想跟进一下 Suki 走势上是否都转好了 13.8持有货 怎样部署 都可以 13.8持有 短 软了一点 但是 我觉得都可以等 反而现在市政 这些股份 资金 短也好 借题材炒 可能会耐性 多一点耐性 或者去上炒 高一点 当然 13.8持有点远一点 始终现在距离 第一步 我会先看13元 站不上去 13元 即是又回到之前那些 小平台区附近 因为最近前顶 是做12.6个6号8 4月21号 说了这么久 挺大的主题 都围绕着今天来去 如果是其他那些板块 Micro 你本身有没有心碎 因为我们都要部署 既然4月都差不多 到最后的星期 接下来做短线的操作的时候 还有哪些都可以 率先留意一下 刚才都说了很多 医理的东西都很喜欢 刚才我们也说了 刚才你说的1696 比较上特别 即今天的市场资金 很多都已经是你的心碎 另外 譬如信誉 我也觉得OK 体育用品 这个我想都是继续有得行 但是特报就昨天1368 昨天就升了很多 今天都继续升 这款我也喜欢的 反而是除了板块之外 就是股份出发 因为这款很明显 就是现在的品牌 或者是跑步 跑步就是现在 原来的资金也挺出名的 原来的跑步骸 是有几只 反而你说可能更加要捧 一些内地的品牌的股份 这个资金的喜好 我只是说的 反而对它推动的情况 就比较多了 而且安踏又刚好又做了一个大行动 配股 是的 配股 我意思是 如果李宁讲也都炒得不少了 所以这些资金我想 不要说它 早一陣 譬如1361 甚至乎再下少少有几只 资金都开始借势炒回 比较好落后 以前不是 一窝蜂 很集中 就一定是看那两只为主 近期市场的口味 贵纳 或者是慢慢延伸 嗯 当安踏就有一个配股的消息之后 其实那一刻连带着同一个版法 例如里宁 特布 都是先害怕的 因为怕会不会有其他配股 但现在照样升上来 当然了 安踏其实看着它 都已经修复了之前配股的下跌 接着里宁 看回2331 都在比较高的位置 大约在63 之前高位就是64.95 刚才你提到的特布 现在还要破位 曾经上过7元附近 又真的需不需要担心配股 你说里宁 就是其他安踏之后 刚才提过特布 还有里宁 其实配股现在我们又没有得避免 但是最主要就是配股之余 就是受落之余 最主要是未来的发展能够推动 而且说实际上也要看条款 对不对 还有怎样配发 有些比如以昨天来说 建涛148 股东减持可能市场就觉得 那个感觉好像就不是那么好 但如果你配售的行动 比如说已经有一定的机构投资者去承销 还有定价反应不差 最重要的就是有新的业务 或者不是还债 不是纯粹是营运 而是有新的项目发展 始终我现在在顺市的情况之下来说 这个市场我认为都会收货 好 跟着其他那些 例如业绩的相关股份 有观众问维达国际 有货过Ivy 27.3 那本身你怎样看盘数对于维达来说 盘数今天不差 你看到它的无利率 或者症例的增长都上升 这期其实它一直坚持的业绩来说 其实都是比行安做得好 业务面虽然比较集中 没有行安那么多元化 但是大家都收货 不过今天反过来 我想是好消息 就是sell on fax 出货 去到28.5这些位置 他本身有没有卖 刚才说的 27.3 27.3买 就我觉得 刚才没吃到 现在又回到27.9 那也有6毫子 基本上28.5 要不要先吃了 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通常冲了之后 再回头一会 反而你说 现在鎖定现金 去到其他不同类型的板块身上来说 可以找个机会 因为市况现在还是有点飘摇 你看到在威尼世上 29.9 现在再下跌 应该找其他机会 所以才再下跌 让维达再下跌 再买都不迟 那维达呢 其实他的首季度 也有上升到1.4个百分点 其实之前看维达这股份 也挺关心木章价格的趋势 现在还不需要不需要 所以跟着来说 那个无理率 其实能不能够配合 这个都是未知之数 还有这些股份 另一方面 就要看他们做市场 或者其他成本方面 如何控制 开支方面 所以有时都有机会 不过总体来说 看见他们都保持得挺稳 还有品牌方面都挺受欢迎 另一只业绩股份 也可以提到那只斯摩尔国际 暂时他出完盘数之后 回吐下来 首季度的经调整的纯理 按年大升差不多3倍 有观众Fanny说 追入早55.9 应该怎么做 现在在试钱 这一只 我想不是业绩的问题 业绩就反映去年 或者是之前的事情 去年就是第一季 但问题是中间 大家记得现在 去政策面 这个大家比较关心 他做电子烟 可能未来的政策 和首券烟 大家都很接近 这个都很直接影响了 他的业务的模式 或者未来来说 会不会在税务 或者那边的情况 怎样是有限制 政策风险这件事情 是困扰着呢 都短期会立 之前是指导意见 会不会监管电子烟 但还未清晰 好像平台经济的股份一样 还有这边有少了北水 帮他护航 这个都是比较弱 所以他现在上极的股价来说 今天很努力 都破不了之前 未能补到的列口 这个都是一个 比市场的讯号 嗯 好了 看回斯摩尔国际 首季度 就是为什么会上升到 日理有两倍多 差不多三倍这么多 因为来自 top line 就是收育的稳定增长 还有得于这个产品的结构改善 这样说的 还有都会被部分一些的一次性 那些都是有个大动作用的 如果在我们节目 到临月节之前 来到星期五 我见到差不多来到五一 都有些观众就问 要不要部署定五一相关的概念股份 一九九二这只 就是复升文化 都有人问 然后二十七倒股都有人问 这些会不会是 你都可能会 我觉得如果是五一 反而就 譬如七八零 或者是 同情毅龙 同情毅龙 或者是刚刚上 都是 葵程 那些来说 可能就会比较正 就会比较正确 那些始终是出行 或者那些 復升旅游环法 我都喜欢 都觉得OK的 就是那个业务概念 都比较接近的 但是你说其他 刚才你说的其他那些 就 我觉得未必一定那么大 当然你说会不会有一些 因为现在又未通关 下不了你 那你说会不会沙沙 那些 那些又更加未必那么贴着 就是始终你出行 那个推动 我想同情毅龙 葵程 这些 可以继续推动的机会 刺激的空间 但是 当然 其实股价都看到了 780 就是说1992 我们这幅 另外 780的股价 都一直是创新高 是的 这个也继续在高位附近 现在是1992 前顶就是21号半 会应买1992 先为观众问 因为见着它 那个波幅现在在收窄 收窄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收窄 反而就 想买的时候 是的 那如果是的 我觉得可以看回 它站不站得稳 但是见到它现在 其实它的平均线 就好像跟我们 画了通道一样 就是我说 就是 五十天线 现在一路上来 现在红色那条 是的 就是变成了 如果这个位置 可以守得到 那这个界线差不多是说 可以下回去 我觉得是 十二元 现在的股价是 差不多十二元 下回去 我想十一个半那些位置 我想可以分住上车了 好 那和大家报一下数 那恒志在我们说一下 都维持着百多点的升幅 至于 比较做得好一点的 蓝筹股份 就会有 你健康 暂时升幅是差不多半成的 而美团都在升半成 约明升纳排第三位 升幅是3.6% 不过 刚才Michael就说 那些心水股份 是什么呢 如果你现在才入场的话 不告诉你 我们稍后会放一个重温片段 like 稍后我们放出来的重温片段 然后如果还没订阅我们 新频道的youtube频道 也可以马上来到这里 订阅 而且也可以移私欲步 去我们的facebook 我们也有一个新频道的专业 like我们的facebook 也可以和我们主持 嘉宾留言 可以交流一下 投资上的操作 今天谢谢Michael 因为我们来到星期五 通常市场都挺难玩的 有些是吃股 吃得 有些就说 观望一点 等一下下个星期 如何部署 其实节目上 Michael也有说他的看法 是如何 记得重温我们的片段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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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